BioBioYu 还有人权团体 他们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 去控诉政府来欢庆台湾的光复节 却忽略了原住民族 恢复传统山川跟部落原来民族的权利 其实原住民基本法写得真的很清楚 政府因依原住民族意愿 恢复部落跟山川传统名称 但是回顾过去正名运动的30年来 原住民族地区仅有在阿里山乡 三地门乡以及南马夏区 这三个行政区更改名称了 所以这个在法令的程序上 是不是阻碍了部落的表达呢 而且呢 究竟这个回复这个土地原本的名字 对原住民族来说有多重要呢 今天我们邀请四位来宾一同来探讨 好 我先介绍第一位 他是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代表 他是综合规划处民族法治科的科长 曾新忠 新忠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曾新忠 好 歌长你好 第二位是要介绍的是 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的执行长 陈敏元 敏元你好 这是阿贝贝 大家好 欢迎您第三位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是 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教授汪明辉 汪教授你好 阿贝贝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欢迎您 第四位我们要介绍是 卡达迪布部落文化发展协会总干事高明志高大哥 你好 马上班 大家晚安 好 欢迎四位来宾一起参加我们的讨论 那今天的call in 专线一样是 022788 3008 022788 3008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先看一下接着新闻报道 日前花莲光复箱公所门口被喷漆 光复箱没光复 诉求去除有殖民意味的地名 上周五多个民间团体在光复节前夕集结凯道 要求争取回复传统的山川和部落原来的名字 原住民族土地原本的名字被掩盖的看不见 通通被压制在一个又一个的外来政权的统治 以及外来政权强加的姓名之下 一张张纸条都象征外来政权 强加在原住民族地区的名称 除了抗议也号召民众在各地写下 原本传统地名 拍照 上传 活动脸书在短短五天内 也聚集了千人响应 支持回复传统地名 从小老国民教育所教育我们的 我们是复兴乡 是住在华林村的 我们是比亚山 不是复兴乡 自己的土地 自己复兴 有任何人 他要求你去命名一个 你不认同的名字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吗 可是我们的原住民族 已经接受 已经被迫 被迫接受了很多年了 原民会对于族人的诉求表示支持 并表示长期进行传统领域调查 也有针对调查传统地名 但必须完备后才能正式公告 原住民证民运动超过30年 却只有嘉义阿里三乡 高雄 纳玛夏区 证明成功 原基法中明定 政府依于原住民族意愿 回复原住民族部落及三川传统名称 原东盟表示土地的名称 没有自己光复 政府却在每年10月25日 欢庆光复节 对原住民而言是个沉痛的节日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持续一个礼拜来 其实在脸书上的自己的土地 自己光复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大概有1000多人 几千人来做一个反映说 希望这个地名能够回复 真正原住民的传统的地名 但是我们先来以行政区来看 我们来准备一张图表 就是图表第四张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这个二三十年来 其实原住民乡镇总共是有 55个三乡 那包括平地跟三地乡这个部分 可是在行政区这个部分 在1989年只有在嘉义县的吴凤乡 我们更名为阿里山乡 在1992年三地门乡 在屏东三地门乡更名为三地门乡 反正三地乡更名为三地门乡 2007年也是大家比较知道的 就是高雄县的三米乡 来证明为南马夏 在2008年就开始用 这样子的一个南马夏乡 那其实原住民有这么多的乡镇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程序上面 或者是说现在能够希望能够 以原住民自己本身 对这个土地的名字来做这个乡名 是这么的少呢 我想第一个问题 也许我先请教一下汪老师 汪老师对于过去这三十年 仅有三个乡 我们不能说他证明 我们只能说他更改了这个名字 那这个部分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一个是程序的问题 那么过去三十多年来的这个证明运动 其实有两个轴 就是还我名称 一个是人民的部分 这个人民呢 也不只是个人的名字 还有一个族群的名字 它其实是一个集体的一个伦理结构的一个重整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改名字的人 其实也不是很多 那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地名 这个地名 那我的意思说这个人跟土地 其实原住民它是一个紧密结合 它要还原还我的运动 这个原住民运动就是一种还我的运动 还我原来的本色 一个是我原来叫什么 那我住的地方原来叫什么地名 就是我的文化其实这个土地所生长 所以这个地名的恢复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 那为什么没有能够 大家这个地名的这个恢复 其实已经有蛮大的一个共识 那之所以没有这个有很多的像阿里三乡 这样的一个名称的恢复 我觉得可能除了行政程序以外 是这个香 本来就不是原住民传统领域的概念 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政府统治者 他要他依他的这种意愿 要把这个所谓的国土要划分 这个当然从日记时代以来就沿用下来 不过它基本上不是反映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而这个乡里面有可能不同的族群 还有很多的部落 好 那这个在传统的原住民的习惯里面 这么大的范围 其实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名称 有很多的部落 那你要用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阿里三乡复名很好 这个有一个阿里三乡反映州民 可是那个不是原来乡名 就是阿里三它原来的范围 是指那个阿里三那个游乐器那个部分 而不是整个它现在用这个来代表 整个阿里三乡的这个范围 实际上阿里三乡还有很多的地方 它原来不是属于这个我们传统叫阿卫尼 这个所称的这个地方 所以所以这很多的部落 你一想到要更名 可是你就要想到它要跟好多部落 要去要去要去协商出一个 大家同意的地名 我恐怕这个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程序上也很复杂 对 就会变成一种困难 可是对周族来说 对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名称 在你们的传统的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地名就是 这个地名就是反映它在这里生活 长期生活以后呢 他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把这个地名命名之后呢 就会它就会代表什么呢 就是一个空间的一个位置方位 另外呢 它可能是一个土地权的一个代表 就是我们叫某一个地名它是 那是属于哪一个哪一个家族的土地 谁的猎场 是用这个来去 那这个名称呢 可能反映是它的自然的地形 或者是植物 或者是景观 或者是 有些是反映出人的历史 人的名称 可能是最初到这个地方的 或者是以前 那边有一个旧的会所 旧的 比如说发生过作战的 这个他在那边打圣仗 杀了一个敌人的名称 叫做什么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代表 这里的历史 还有它生产 那么这个用他们的语言去反映 这个就是地名的意义 所以还我地名 其实就是要把这个 被掩盖在现有的地名的 这些对原住民非常有 直接关联的 在生活上 生产上 文化上 认同上 情感上 都直接关联了 让它彰显出来 应该是这样 只是说如果说 我们要真的是 从一个部落的一个名字 然后变成要去想 整个行政区一个乡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在部落里面 跟其他部落的主任 要共同来去讨论 在讨论这个乡的名字 才是在证明 在区域的部分的意义 才是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这个的确是有一些困难 那敏原的原测会 原测会关心这个部分 特别是原测会 从连续三年都在光复节 其实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今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 做这样子的一个 自己的土地 自己光复 所以在这样子行动里面 你们是想要呼吁 我们当代的族人 有什么样的看法 想要呼吁的 对啊 自己的名字自己光复嘛 那其实我们认为说 名字改不改的回来 就是说因为它的确像刚刚 王老师讲的就是说 有很多的族群在这上面 那对于这个空间的称呼 可能大家都不太一样 对 那我们认为的是说 改不改的回来 那个真的是一回事 那我们怕的是说 这一段历史就没有了 被遗忘了 对就是忘记了 当然 对那我们知道说 在这土地的名字 它不是只有称呼而已 它还包括说 像刚刚老师讲的 就是说对于这个空间的这个理解 然后我们怎么去诠释这个空间 那可是在我们其实针对的是说 现在国民政府38年来台之后 然后它去强加一些地名 那个地名是 它硬生生的撕裂了 就是当初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地名 它可能是用它的名字名称 可能还会有点雷同的 那这样忠孝仁爱心意和平 这个跟我们原本的地名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 不把这地方的人当人 比如说好像你们这边从来没有人 然后我过来我就一个征服者的姿态 然后把你们这片 我们说诠释这片空间的这个 原本的这种记忆给剥夺掉 那你剥夺掉你不就是把人 几乎就是把当初在这边 人跟空间土地抽离开来 那这样子的话 好像人就从来不存在一样 对我们觉得这种教化心态 是我们所要一直不断 所以在这几年来都一直不断 会有一些行动来去 来去做一个反抗的反抗的动作 那我们再检视一下整个法令程序 因为现在如果照现在的国家的法令的话 它也是有一定比如说 相要证明为另外一个名字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程序 不过我们先来看 原住民族基本法 给予原住民族的权益 我们看第十一条 再次跟我们的族人说 在图表的第一章 原住民族基本法 就是政府与原住民族地区 因依原住民族意愿 回复原住民部落 还有三川传统名称 这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规定 不过看到现在呢 到底比如说光复乡 比如说复兴乡 它要变成原本自己通过部落 集体共识要取一个证明的话 它必须要经过哪个程序 很有趣 它必须要经过地方制度法 第六条的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我们把这个整个条文 把它弄得比较图表化 让我们的族人比较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的 第三章图表 第三章的图表 我们其实看得更清楚 这是法条的内容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章的图表 其实行政区的更名 它这个流程 是包括如果是在乡公所好了 乡公所的名字要换 比如说今天光复乡的名字要换 比如说今天复兴乡的名字要换 它还是要有乡公所来提出 而且要经过乡民代表会的同意 甚至它还要经过的是 县政府的核定 好我想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图表解释 让我们的族人很清楚 特别是在平地乡 会非常的困难 我想问一下那个高大哥 高大哥 比如说像卡塔迪布 在去年的12月部落会议通过 要变成卡塔迪布 这个部落的名字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就是跟四公所去接洽 说我们这几个五个里 部落包含这五个里 全部都要是卡塔迪布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有没有尝试过这样子的一个接触 卡塔迪布在这次的反身杖的经验里面 那因为跟这个法院法官这个部分 他们也提出一个问题说卡塔迪布是谁 他们谁是谁可以代表卡塔迪布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部落会议 也清楚地表达一件事情 叫做我们就是卡塔迪布的这样的一个地名 那其实反映到 看来你讲的这个行政区域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这里也要反映一件事情 我们本来是北南乡 资本村 资本里吗 资本村 北南乡 资本村 那六十四年以后 因为那边台东市的行政区域 分为五个里 那这五个里有建兴里 建业里 资本里 建农里 包含现在的建河里 这个都属于卡塔迪布的传统领域的 一个一个比较具体的部分 那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我跟部落的长辈们 长老们去提过这个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要被瓜分成这个样子 那其实在解验时代 你只要提出这个意见就被砍头 就被杀掉 就被抓走 就被请去他们的那个国民党的派出所喝酒 就不见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整个过程里头 事实上卡塔迪布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权进来以后 那在六十四年以后呢 我们曾经做过这种诉求 那其实就像所谓的行政区域这种概念 对原住民族来说我们只有部落的概念 没有所谓的行政区域这概念 因为我们原住民族从来不会想要去统治别人 我们只好在我们这个土地上 我们自己治理自己就可以了 我们还要去 每一个人台湾原住民族 在自己的土地里面 就有自己的一套自我管理的办法 这个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可以理解的啦 那所以我们六十四年之后 也因为这样子有这个五个里以后呢 就造成了再讲得更直白一点 就很多的白狼就进来到我们的部落来了 这样子 那因为也因为这些白狼进到我们的部落来以后呢 所以我们的土地就进入到所谓的 这个中华民国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这个国民党他们 这个个人化的问题 这些东西就是土地是个人的 就按照他们的制度 整个就侵入到我们的这个部落内 把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以上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听得出来就是说 即使卡达基部已经透过部落会议来做证明 但是回归到这个行政区要更明的这个流程当中 也是相当的困难 我也许请敏元稍微的谈一下 不论是卡达基部 不论是光复乡 不论是复兴乡 可能明年就复兴去 他如果是乡的这个层次要做证明 要做证明的话 其实他还是要经过乡民代表会的同意 也许在三地乡困扰比较少 因为乡民代表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族人 明白了解说证明的意义 可是在平地乡的确是困难 比如说光复乡 马太安乡 马太安要变成另外一个名字 恢复他们集体的共识群的名字 可是的确乡民代表会里面的 原住民的代表可能是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在这个程序上面 是不是没有办法符合原基法 所赋予的原住民族 可以回复自己传统名字的一个权利呢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症结点是 因为再按照十一条是说原住民族地区 那刚刚那个什么好像有 就是有圆明会的那位长官 他是说还在调查嘛 土地名还在调查当中 还没有公告 说其实大家都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就是早就已经调查完毕了 只不过就可能卡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办法公布 那就是说因为现在 我觉得在我们讲的这个平地乡 有很多是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 是怎么回事 那问题是外面的人不知道 比如说你说平地乡 遇到最大的困难 一般的可能一般社会大众 或者一般他们的乡民 我觉得乡民就可能是我们讲的白浪 就是我们讲的卜独 可能他对于这个地名叫什么 叫什么地名 他过去什么故事 因为教科书上面不会写啊 对 那我们要怎么去迟到呢 那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状况下面 你要怎么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 那甚至是我们认为说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像是这种 忠孝人爱性和平 这是一种殖民者的一种 殖民者的一个今天是要 我刚刚讲说 因为他要把你们就去除掉嘛 那我就不希望你们在这边 有可能我自己对我自己空间的解释 那我今天做一个殖民的手段 那今天在回复乡民 这其实是他其实是不只是回复这个 他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讲说那个政治意涵的动作 那我们在做一个去殖民的 去殖民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为什么去殖民还要做 我们其实会认为说去殖民这个事情 为什么还要跟 就是一般的人去妥协 去妥协跟政府妥协 跟乡民相待会妥协 那这是应该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当 这是正当的事情 这是要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依照 当初的那个 那个陈水扁总统那时候 就是民进党执政时期 那时候跟原住民签的 这些新伙伴关系 对 因为他那时候说要 这回复原住民的这个 山川传统名称 他那时候也没有说要依照原住民 依照当地原住民的医院 就是说原本他该叫什么名字 他就应该要叫什么名字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认为 比较适当的做法 不然现在你光是 因为就的确在平地乡的这个部分 那个代表会的组成 就不是都是以原住民为准 那甚至有一些人在里面 可能就是为了某些 这就不讲 对 那就会变成说 这个东西光是炒 今天要叫什么名字 就炒不完了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按照原本那地方 应该叫什么就叫什么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当初这个名字给你 这个忠孝仁爱 这些东西给你的时候 他也没有经过你们同意啊 那今天我回复的时候 我只是回复他当初叫什么名字 那可能现在还没有 那就是大家来讨论嘛 是 好 袁明慧今天有派代表来行中 可不可以特别谈一下 就是说刚刚我们几个来宾 特别谈到了 如果照行政原住民的乡 他要来做一个更名或证明的话 他还是必须要经过 乡民代表会同意 不过我们特别请里面 谈一下平地乡 目前遇到的一个状况 最大的状况可能是 在整个平地乡里面 可能族群很多 部落也很多 另外一个 如果真的要走更名流程的话 他进到乡民代表会里面 里头的对原住民这个部分 对于民族意识 对证明的意义的人的代表 知道的更少 那所以就变成说 造成说这整个行政区要证明 是非常困难 所以会不会 这个是一个原因 这过去30年来 有许多的乡 曾经尝试过要这样的证明 可是就是卡在总结 那原民会对这个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分析 谢谢主持人 我们先回头去看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谈到 这个行政区域的变动 其实我们一开始谈的是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规定 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规定是说 政府于原住民族地区 因应原住民族意愿 回复部落及山川的传统名称 所以原住民族基本法它规定的是 部落的名称跟山川的名称 应该政府有义务 依照原住民族的意愿去做调整 但是还有其他的地名 还有其他的地名需要去做处理 比方说像行政区域 这是刚刚大家讨论的行政区 其实还有道路 道路也有名称 是不是道路的名称 也应该要做调整 桥梁 桥梁也有名称 它是不是也应该 依照原住民族意愿做调整 这个在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规范里面 它规范的就比较隐晦不明了 因为它只有谈到部落及山川传统名称 所以更进一步来谈说 如果我要恢复部落的传统名称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到 其实现在是有的 各部落依照部落核定的作业 部落依照它自己的内部的共识 决定自己叫什么 我们原民会就依照原基法 核定它叫什么 我们完全不会去干预或更动 所以部落的名称 是完全依照部落的人的需求 那山川的名称 你的意思是说假设 如果塔拉迪迪迪用 这样子这几个部落 这五个里都要叫塔拉迪迪人的话 其实原民会核定就可以 对 原民会核定 因为部落名称 Die열把它合定就算Really 这是原基法的 winds 由主管机关核定 主管机关就是原民会 但过去以来 有这样子的部落 跟你们做申请 请你们核定吗 我们已经核定了700多个部落 今年会全部核定完 750几个部落都会核定完 所以每个部落 但是还没公告 对不对 也公告在行政院公报上 都有公告 现在只剩下个位数的部落 在内部还有一些需要调整 所以部落的名称要恢复 它原来希望的名称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是山川的名称 那山川的名称的话呢 依照内政部订定的 标准地名审议及地名管理办法的规定 这个山川名称是可以调整的 那个内政部也特别依照原基法的规定 修正了它的标准地名审议及地名管理办法 有规定地名必须要按照 地理历史语言风俗习惯 还有原住民族传统来订定标准地名 然后在它的这个办法里面还规定了 标准地名订定之后是不可以变更的 但是如果原住民要回复 它的传统名称的话 就可以让已经订定公布的标准地名 再做变更 所以那个程序也是很类似的 就是原住民要提出 我们到底觉得这一个山川 它应该叫什么名字 我们就可以循这个程序 让地方政府来核定三川名称变更 对 刚心中讲这一段 我自己也觉得蛮好奇的 不过我当然是想请问一下 高明志大哥 刚刚原民会特别去解释 似乎在法令的层面 有非常多的管道 可以去让部落证明 但是实际上部落族人知道这些事情吗 就这件事情上面卡蒂布在这一次的这个反欠账的行动里头 那我们也提出了说明我们那个 也就是现在要签障的 也就是现在要签障的 第六公墓的名字 那个地名 就叫DNAWAN 那既然台东市公所说你们未曾公告 那我也不承认你们 所以他想要用那块土地 根本就不承认我们的主权 所以他们想要怎么做 台东市公所想要怎么做 跟台东县政府 他想要对那边有所作为 都是他们的 所以现在的原民会说原基法 然后实际的操作里面 到底你们讲的那么漂亮 到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地方政府在解释的时候 你们又有什么作为 那就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提出了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经过我们的部落会议提出来了 却在这个现实的作为里头 台东市公所跟台东县政府不作为承认 是好 汪老师 刚刚新中有说 其实原民会其实有公告 七百多个传统的部落名称 可是实际上卡蒂布 因为他这个返先上的事情 其实反而原民会说有公告 可是地方政府不理睬 他根本不承认 这个落差点到底是在哪里 主要我对于那个 我了解刚刚这个原民会的代表 所讲的就是 是有公告这个部落 因为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措施 比如说部落会议 什么部落可以有 可以成立一个部落会议 那个主要是要讲那个主体 主体范围 那时候我记得是 我的印象中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名称 当然大部分的这个部落的名称 都能够在中文上可以反映出它的主语 就是这种传统的历史名称 那像刚刚卡拉迪布这边 就是我们顺着刚才所讲的 我们依照这个原基法 我们可以恢复部落跟山川 那个就是山川的名称 就是那是 第六公墓的地名 对对那就是一个山川的地名 那个地名呢就是 其实我们过去有不同的计划 有调查过 像这个部分呢 其实都已经调查了 但是这个部分就没有公告 那我要再回过头来再看了 今天光复这个字 它其实就是一个行政区 那行政区呢代表的是 刚刚明恩所讲的 就是一个统治的算在统治者 或者政府的这个立场去划分这个区域 这划分是由上而下 它完全不顾这个原来 他们原来有一个空间的这个纹理的 那么所以呢 它其实是用这个来去 这个有一点 我们讲的divide and rule 就是把你这个一整块的 比如说我们泰亚洲 它把划分成不同的县市 不同的乡 它其实原来只有一块 就是以雪山跟这个大坝尖山 为中心的一个领域 然后里面有不同的系统 可是我们现有的县市乡村的 这个空间的划设 完全不按照这个 完全不按照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团结 反而是造成分裂 其实就是让你不团结的意思 所以它可以有效地统治你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 要去恢复这个行政 像官复 固然这个官复这边 大部分都是阿美族 会比较容易 但是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呢 它其实是 应该这么说了 它应该要配合这个原族民族的传统领域的恢复 然后配合的民族自治区的设置 那个名称才真正能够符合我们的意义 那在现行还没有改变这个空间的区画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只能够说透过乡的 特别是那些直接反映出就是这个政府的一个当方面的这个 比如说官复 忠孝 仁爱新和平 商民这些东西 这是很明显就不是反映原来的传统的地名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现阶段 虽然它不符合我们传统领域的范围 但是呢我们一起去改掉 这也算是政府的一个可以符合这个法律的一个精神 好 先谢谢 我们待会会继续来谈 就像刚刚王老师特别谈到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与其等的自治区法制化这样子的一个法制的过程 但是也许现在有些具有殖民意味的一些的乡的名称 它可以到现在的法制里面去做更名的话 就可以努力来做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待会会继续来讨论说 到底就现行的如果有一些有殖民意味 包括仁爱乡 复兴乡 光复乡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它加速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面的话 我们到底有什么程序上面可以来进行争取 回复我们自己的传统地名们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再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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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收看目前播放的节目 即可收看目前播放的节目 收听马卡巴海广播节目 接着点选马卡巴海 点选所要收听的集数 即可收听优质好节目 多元好声音 尽在阿里亚 接着点选马卡巴海广播节目 不然别人,不然,不然别人 那些人生活在中国 我看来我们的好当地就做了 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很远 我们觉得我们要好处 我现在这样做的 我们去看这个 外国人的商量 如果我们时光的工作 我们要知道 пож生产听 我们不要做的事 我们只要渡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规定 可以回复部落及传统三川的土地的传统名称 不过不论是在行政区域还是传统地名上 的确在法令上面有一些阻碍 但是这些阻碍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真正的呈现到原住民族的集体 对于土地上面的名称的一个诉求呢 我们待会会进行讨论 现在是一通西竹县的陈先生 他是我们汉族朋友 要对今天的议题来做一些看法 陈先生请说 你好 在制定原基法中的土地权利条款的当下 传统土地的权利就已经具有法律效力了 以后制定土地执法 只是在既有的法律效力上更加强保障 传统领域土地一直在原基法中很抽象 这会使原基法的法律要件有所折损 原民会要解释传统领域的土地范围和性质 与制定证明的行政程序使原基法的效力正常化 谢谢 好谢谢 谢谢您好 我们在 这是我们观众朋友的看法 不过刚刚已经谈到这个行政区域的这个部分 要经过商民代表会同意 不过我们一到六回到原基法里面 部落至少在原民会有公告大概700多个部落地名 但是回到传统土地山川这个证明 我想问一下原民会 如果是假设以第六公墓为主好了 在资本所遇到的状况 就施工所想要把第六公墓来做进行欠账 但是不承认他们这个土地是原本部落所拥有的这个土地 但是的确就像高大哥所谈到 我们在找施工所就说 这个土地第六公墓不是卡塔迪布这边所拥有的 也找不到它的名称也没有看到它的公告 那我们再回到11条来看 其实传统山川是我们是可以去来说 这是我们的传统山川 是名称是有原住民族的意愿来做的 可是在原民会这个程序上面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 如果我们的族人要说这块的传统的山川的名称 是原本的名字要希望政府公告的话 现在到底有哪些程序 那个标准地名的这个订定 它的核定机关基本上是直辖市县市政府 直辖市县市政府 不是原民会 不是不是 标准地名是由那个地方主管机关 就是国土会设法的主管机关 地方主管机关去做核定的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第六公 卡塔迪布部落旁边的第六公墓那边 希望那个区域使用 我们卡塔迪布所希望使用的传统地名的话 这就要由台中县政府来核定 那但是 它的程序申请程序也是经过市公所 还是说直接跟 直接跟县政府提出申请跟建议就可以 当地族人 当地族人就可以 任何一个人民或者是一群团体 都可以向那个地方主管机关建议 标准地名的订定跟调整 这都是可以的 那可是这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那个卡塔迪布在这个诉讼案件当中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其实不是因为它没有被用传统名字 而不被承认是原住民族土地 是因为传统领域土地 尚未依照法令程序进行公告划设 即便那里没有名字也没关系 反正如果依程序划设了 它就是传统领域土地 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以否认 那在司法的实务上面 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 已经进入到司法案件了 在司法的实务里面 多数的法院会尊重 人民会对于传统领域土地调查的结果 而承认那个地方是传统领域土地 所以在多数的案件中 我们看到的这个面向来说 是比较乐观 所以在法制的作业上是比较迟缓一点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原基法 我刚刚听到原基法这个部分的山川传统名称 是由地方县制政府来做一个核定 那敏元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呢 也同样问题也问一下汪老师 其实刚刚那个陈先生 就是那个call in来宾 他其实有讲到就是说 那些地名是原本就存在的 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说 一个是刚刚有讲到行政区域嘛 另外一个是山川部落这地方 那原本应该有的 那就是现在 我觉得现在就变成好像是说 我还要去申请 我要变更我的名称 不是变更啊 那原本的名称就是叫那个 回复原本的名称 像是Gadadibu 他原本就叫Gadadibu 那好像是说我今天要去更名 要去好像是我去改个名字 就像是今天的姓名回复一样 那我今天去护贞机关 我去改我在身份证上面的名字 那个不是我去改名 而是要去 我去证明就是回复我自己的名称 可是同样在这跟在回复 身份证的名字一样 我们一直不断的面临到 好像今天是这个是德政 然后我就要去申请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好像似乎有点颠倒了 而是说我今天是要回复名字 那这个名字原本就存在 那应该是事后再去 我觉得像是说在原基法 其实都是这样子规定 就是回复嘛 也不是说我去更正 那更正的话 当然会面临到那么多的困境 好 孟老师呢 其实我听到这个新中讲 我也是有点意外 因为是地方县政府 不是原民会来做这个三川 就是原住民的传统土地的一个 公告证明 这个倒是我蛮意外的事 我还是回到结构的问题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些行政区 本来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 按照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区画来成立了 然后我们今天成立各个乡 然后又这个乡 乡名来这个组成这个乡公所 或乡名代表会 所以这个乡名 跟我们所讲的那个民族啊 其实那个民族已经不见了 所以这个乡名呢 可能有不同的族群 甚至有很多的汉人 就像卡拉提布那样子 所以这个乡呢 已经找不到 就是说你无法从这个乡来凝聚 那个法律条文所讲的 应依民族意愿来恢复 那个民族意愿被这个乡 不具有民族代表的这个乡 所绑架了 所以所以呢这个 我们想要依民族意愿呢 那个民族意愿也很难形成 所以这个就要变成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整个台湾原住民啊 这个民族各族群从部落开始 然后各个部落啊 这个创联成一个 比如说我们再举 卡拉提布来讲 看他们可能有八个部落 十个部落 然后形成一个像 比鲁路运马亚或者是 北南族这样的一个民族 他们内部共同讨论 它不是针对一个case 因为这个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他们要有 透过一个现行的相公所 所没有办法 就是跳出这个管道 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民族运动 来去一个内部的一个对话 然后呢 他要直接跳到更高的层次去 去做一个整个民族的这个地名 实际上我们刚刚那个 陈先生他call in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 传统里的调查 我过去也主持过一些 那他刚刚讲的这些范围 或者是这个性质 我觉得很有道理 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公告 不管它正确不正确 你没有公告 就不会得出一个比较正确 或者一个共识 那这些最重要是说 这些传统里的范围 你应该交给这些各民族 让他们用这个来去确定 这还包含过去调查的三川名称 还有部落的名称 他们把这个统一 刚刚听到就是好像 把这个对原住民来讲 是单一件事情 结果这个部落名称是原民会了 三川名称是内政部了 还有什么地方县市政府来决定 地方县市 你把我们整个切割 然后又把我们这个 这个本来是民族也分成乡民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体制 是很难去达到说 我们讲空间的去殖民 空间的解除殖民 这个恢复名称 其实就是一种解除殖民的 一个空间的一个运动 老师讲得好清楚 我们其实还准备了一则新闻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闻 我们再进行回来讨论 25年前的嘉义县吴凤乡 经过邹族族人长期抗争 终于更名为现今的阿里山乡 16年过后 民国94年所颁布的原基法中 第11条民定 政府与原住民族地区 因依原住民族意愿 回复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传统名称 法律精神的保障 也让过去原本的高雄县三民乡 在民国97年正式更名为纳玛夏乡 如今光复乡公所遭喷漆 再次提出光复乡更名为马泰安 或泰巴朗乡等诉求 原民会表示乐观其成 学者认为如果是族人更名主张 依法政府也应该重视 能够反映他们原来称呼这个地名 然后用比较接近的中文的字 像泰巴朗国祥那样子 两大部落的部落名称 也能够这样反映 我觉得这是很简单 没有什么好争议 既然有原住民的主张 当然就应该顺应原住民的作求 这个你说程序、经费 这个都还是小事情 依照地方制度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 回复原住民族乡镇市 名称的程序并不复杂 只要乡镇市区公所 提报给乡镇市民代表 乡镇市民代表会通过之后 再报起县政府核定就可以 但经费往往成为地方政府 不愿执行的主要原因 原民会认为 透过部落会议或公厅会 广纳乡民意见 用共识形成压力 地方政府才会动起来 如果我们有自治区的话 当然依照自治区的意愿是最简单 那如果部落还没有办法 有一个代表的主体的话 透过部落会议 也是征询原住民意愿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希望公所能够 尽量征询当地乡镇的意见 统整好相关的想法之后 再做成决议 提报代表会再转县府核定 这样可能会比较妥视 光复乡要证明 学者跟工部门认为 部落会议将是凝聚 当地居民最大共识的重要环节 好 回到现场我们再讨论 其实刚刚过去的时间 我们讨论到 如果在部落要证明的话 其实原民会这边 已经有公告了700多个部落 但是回到原基法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土地 传统的山川 它要回复 假设这个 就是一个河流 流域它要证明的话 其实要经过的是地方 县市政府核定 所以这个刚刚汪老师 有特别谈到 其实它在整个空间的 殖民的解构这个部分 造成相当多的困扰 因为申请的单位 核定的单位都不一样 甚至还是把权力 不是到部落 我们部落可以申请 但是决定权会是在 县市政府 那我特别想请教一下 新中 新中你可以帮我们 稍微解释一下 像当过去到现在 有没有一个部落 针对它的土地 针对它的流域 针对它的山川山林 来跟内政 之下市县市政府 来做申请 回复它的传统名字 依照我们目前 手边的资料显示 我们还没有看到 有部落 很具体的站出来说 这条河 这个山 这个坟墓 这个桥 我要用传统名字换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到 这个是什么原因 圆明会这边 有没有去思考过呢 是资讯传达的不够 还是说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相信资讯传递的落差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部落的人不了解说 我们现在事实上 已经依照原基法的规定 有相应的程序了 所以这边要强调的是说 部落跟民族展现出 我要那个地名 变成我想要的那个地名 那个意愿的展现 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的部落 不展现出我要那个地名改变 那个意愿 没有展现出来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告诉政府说 你就因一民族意愿 要恢复部落传统山川名城 因为法律规定是要因一民族意愿 是要展现出部落的意愿 所以部落如果要 把这个名字要做更换的话 会有一些困难 就是意愿的形成 会有一些困难点 你说只要这个部落 它对这块土地 很坚守说 我一定要恢复传统名字 你就去跟县政府 来做一个申请这样子 这是一个展现 民族恢复传统地名的意愿的意志展现吗 让这些个案出现 我们才可以去检视 目前依照原基法规定 所设计的相应的程序是不是合理而适当 是 敏元请教一下 我们先谈传统山川这个证明 是经过县市政府核定 这个程序上面 并且是说县市政府 这个部分的主导权 可能是决定这个 能不能恢复我们自己传统的名字 这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其实是还蛮吊诡的事情 那我们是觉得说 如果那个刚刚因为那个什么 就是圆明会的这位科长 他是说要民族意愿要 我要先有这个民族意愿嘛 那其实应该要更 其实我们应该要要转过来说 那当初我们名字被改掉 也没有依照我们的意愿 那对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那现在其实是应该要更积极的 更积极的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我圆明会也好 或者说我委托其他团体也好 那我们来去询问 我们来去制造这一个 制造这个民族意愿嘛 因为你不讨论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大家就习惯 我说其实名字改不改是 那都是其次刚刚有讲 那其实最恐怖是说 我们在这个殖民的这种 一直不断地在忠孝仁爱 忠孝仁爱下面 我们还都还不觉得说 这个有什么不对 我觉得恐怖的是这一个 那所以应该是要 我们去制造一个机会 制造一种可以讨论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即使是说今天这个主管机关 我改不回来 最最理想的做法是说 应该是因为毕竟说你 我们说一个是原机法 一个是亲伙伴关系 这都是政府对援助民族的承诺也好 或者是回复或者是认肯 对那应该你如果说机关改不回来 那你最起码创造我们说创造那种机会 创造这种对话的空间 我们让族群去思考这个问题嘛 是汪老师能不能稍微也回应一下 我觉得真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地名 比如说由现在的官妇改为马泰 然后改了 然后我们就目的就达到了 其实这只是一个一小步了 我是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 一个民族的一个重建的运动的一个面向 包含人民 包含人民 它其实是一个民族的一个 如果说有一个民族的自觉 它他们内部的对话 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说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名称 都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精神 反映在我们人民上 反映在我们这个地名上 所以我站在刚刚敏言所讲的 就是说其实原民会在政府的部门里面 常常也是很难去施展它的权力 但是呢我们可以一个促成者 就是说我们促成 比如说我们分成几个阶段 一个比如说从贝南 比如说我们这一年度 我们先从贝南 因为我们过去的山川地名调查过了 他们也很努力在做这个地名 他们也做过传统领域的调查 我们先来促成它 一个八个或十个部落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起来 那我们要把这个资料给它 然后他们要用这个当成是一个 我们历史跟地理的教育 我们不要这个官方 但是那什么呢 那我们要用什么地名 以前我们这个贝南族 这个地方叫什么 那个地方叫什么 那个是一个新的地理教育 然后我们有部落学校 部落学校可以去教这个 然后所以我这个不是短期的 这不要寻短线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一个民族的重建工程 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问题 还是请原民会少爷回应 至少我们有两位来宾特别提到说 就找几个范本来做 也许过去可能在传统山川的地名 没有一个个案出现 那我们就去创造这个个案 让很多的部落响意 回复自己的传统山川的地名 原民会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事 你现在的看法呢 信中 我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想法 政府机关就应该要站在 援助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 替我们的乡亲开创道路 所以原民会在今年或明年会 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范本吗 我相信我们原民会的长官们 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回复 依照原住民族的意愿 不论在部落的名称上 山川的名称上 行政区的名称上 跟道路的名称上 都应该让原住民在空间上 就是像老师讲的 空间上要去植民 我们期待原民会 大概是年底或明年 就有这样子的范本出来 不过时间是要最够十分钟 我想请问一下明治大哥 明治大哥 像我们这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的人 对于传统地名的重要性 其实认知不同 就像敏元刚刚说的 大家来看 就是原社会在这三年 做了很多光复节的 这个结构殖民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运动 这对有些年轻人来讲 甚至他认为这个不重要 但是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非常重要 那可不可以谈谈看 卡塔迪布奥 就是说卡塔迪布 本来从卡塔迪布 后来透过部落会议 这名为卡塔迪布奥 这样的过程 对你们的年轻人 或是对你们这个年龄来说 它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 我是二十年前回去部落 我也是年轻人 那我开始认识部落的时候 我想要好好讲我部落的事情 但是部落的长老 成功的被中华民国殖民成功 那让我们不敢讲 甚至也害怕去讲 那现在我们已经中年人了 二十年之后 那我想能不能放一下那个图 我们曾经在这二十年当中 卡塔迪布的在重建 我们有准备有两张你们的 传统地名的图 重建这样的一个图 就是我们也恢复了我们的传统地名 对不对 那也恢复了我们传统地名的调查 是 那所以我不认为 中华民国政府可以替我们做什么 我希望他们离开我们 因为他们的存在造成我们卡塔迪布的原住民 在自己的土地流浪 那这个就是现实 这就是清楚的部分 而不是我们今天还要跟你证明什么 那我们本来就在 我还要跟你证明 我还要跟你证明什么 那我们已经那么容易在做了 为什么我们原住民的同胞 那么痛苦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呢 这是什么道理 那所谓的这样的 我们今天在反映这件事情 在土地上流浪 我们要看到一个重点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以后 抢走我们的土地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不要再害怕 要把这个真相也讲出来揭露出来 是 所以其实光是这个土地证明 还包括对于土地的历史文化的了解 这过去这二十多年来 其实高明志大哥 就是在做这个传统领域的调查 所以为什么原社会在这三年来 一直在光复节这样子的一个实现 去告诉所有的主流社会 这个运动很重要 其实就是一个教育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运动 能告诉我们当代的原住民族 对于自己的文化跟土地的认知 也许我想 请敏元稍微也分享一下 不管是马太安 现在希望能够 在马太安跟Dablon 他们希望在光复乡的证明运动 年轻人不断的发出声音 也包括这一个礼拜中 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青年朋友 上脸书去分享很多 传统地名的一个证明 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很珍贵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敏元 刚刚其实一开始有说 这个证明运动其实已经三四年了 那现在是拜科技 就是脸书之会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做法可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那包括说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证明运动 那就很多其实 它其实响应的不只是我们的族人 包括说其实是汉人 他们也觉得也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个忠孝人爱心意和平呢 他们也不希望说 虽然说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故事是什么 可是他们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 这是怪怪的事情 那至于说光复这地方 就是光复乡这地方 就是有打法弄 跟法达岸这两个地方 对 两大部落 其实还有其他小部落 那我们接下来是圆车会这边 我们会跟当地的部落 可能会有一些找一些年轻人 然后我们去推推看 就是说看能不能先创造一个新的对话的开始 那可能就是在可能在下下礼拜左右 然后开始在做这个 看未来要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对话 是 好 那汪教授呢 就拿光复这个 就是说这个光复其实可以把这个意义 可以把它逆转 就是其实过去是我们光复这个字 光复乡这个字 就是让阿美族失去他们的领域的权利 那我们要光复啊 就先把光复这两个字把它去除 是 改回他们的名义 他们就觉得 哦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领域 这个重要吗 这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从土地上长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食衣住行 我们命名这个地方 是用我们的语言 我们对认知 然后这个土地是我们守护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长出来了 现在我们用外面的地名像光复这个 让我们淡化我们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您看这个运动 其实你会深刻体会到 它其实它不是一个根名而已 不是一个证明而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性的 非常有深厚意义的一个运动 它是一个民族重建的契机 所以年轻人其实不要把它单成是一个 有趣的一个换名字的游戏而已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议题 当然不会 原民会今天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也听到来自不同族群的声音 在接下来的明年或在年底 有没有什么样的 针对传统土地山川 或者说原民会内部 会进行一个讨论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推动 这样子的一个事物 没有错 我们应该要继续去加强的 征询部落的意见 甚至于去协助他们 对于行政区域要做调整名称的话 这是综合规划处可以做的事情吗 当然这是原民会每一个处事 都有机会碰到的话 回去会跟处长讲的 都要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不过我要再强调一点的事情是说 我们光复乡有九个部落 每一个部落都要深入的讨论 我们希望这个乡要叫什么名字 然后每一个部落对于那个名字 要有一定的共识 这才是要不断的讨论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 共识才会去形成 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名称的 可以去说服别人的那些点在哪里 我们就会相信 其实当地的居民们 也应该都会相信 这个地名用这个名字 是比较正确的 好 我们更期望说 圆明会在年底或明年 能够有一些具体的行为 去推动在部落 再回复传统山川 我们希望赶快看到 几个个案发生 好 那感谢四位来宾 参与今天的讨论 也希望今天 对原基法第十一条的了解 能够让很多部落族人 能够知道 恢复我们的传统名称的 一个重要性 好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 这个部落大小生 再待会的半小时 我们会有我们的青年赌霸特别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再回来 谢谢 等一下 等一下再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还在有些音乐要走 所以今天要互相聊一下 那天 就想要走 对对对 美基透过原住民艺人 带非原住民名人回到部落 体验部落生活的态度 发现对回家的渴望 看我们这样子四个站在一起 好像是四个不同的时代 我是魏德森 我是范逸晨 想和我一起回家体验部落生活吗 打点一点 我们拿香菜换了 你跟我讲这是什么 红里的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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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原住民族电视台 阿勒阿勒 一起回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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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的节目现场 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青年赌霸特别单元 在今天的半小时节目当中 我们将持续来谈原住民青年勇敢追求梦想的主题 其實现在有很多的部落青年想要回到部落工作 但是要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有两位的来宾 我们将透过他们的经验分享给各位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先来介绍在我左手边的第一位 他是来自花莲吉赖猎人学校的活动指导员 MASAU 他是我们的阿美族的青年朋友 你好 跟大家问个好 你好 我是MASAU 我是来自花莲玉里安通部落 对 谢谢 好 欢迎你 而第二位是我们纪录片的工作者 他是一位导演 他是我们哥马兰族的族人 他是我们的WUGI WUGI包机 WUGI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WUGI 好 今天呢 这两位青年朋友要来好好谈一下 因为我们前几次的讨论 其实都是谈职业 那可能就是在没有在部落里面 可是呢 这两位的朋友 他们做出他们人生的选择 就是回乡来工作 而他们的工作也是相当相当的特别 我想第一个问题 我当然会请教一下 MASAU 他现在在一个猎人学校 那集材猎人学校 其实在花洞地区是非常的有名 那这个猎人学校 您在这个学校里面担任是活动指导员 可不可以谈看看活动指导员是什么样的工作 就活动指导员就是 就是专门带客人 然后去体验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是 对 然后让客人在执行过程中 我们会去教导客人说 这个是什么 去教他们来辨识 让他们了解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然后顺便在执行过程中 我们就是带他们一起来互动这样子 是 刚刚您刚好讲说 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交流 对 所以在猎人学校 主要是 谈的是什么样的文化 是生态知识 还是所谓的技能 还是什么样的类别的文化 我们这边的话是 有山海 山海溪 对 所以有山林的智慧跟海洋的智慧 所以就是来传达我们祖先 在山里的一些狩猎的经验 还有一些技能 是 还有植物的辨识 是 还有很多在海里面的一些捕鱼的经验 就是等等等 就让客人能够来体验这样子的活动 是 我觉得这个 听到很多的青年朋友来看这样子 马沙吴的工作 所以会觉得有点好奇 到底文化怎么透过一个产业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跟我们来到部落的朋友来做一个互动 我们待会请马沙吴来 特别来谈他的工作 那不过在我们另外一个来宾 他是我们的Wukie Wukie 我们刚刚说他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 大家想不想看他的影片 我们待会就放一个 他这几年所拍的一些纪录片的片段 我们来先看看Wukie Boogie 他的作品 我们部落的每一个群人 都是那个太阳的一群 就我们那边当地的就是太阳机制 部落的首选是好一样 每次都要搞孩子孩子 所以我们要去抓鱼 遇到这个自动树化开的时候 我们一年一度 以后我们要去祭拜我们的党 走 打招呼 打招呼 他就不要玩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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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是吴吉导演的一个纪录片 看到有包括新社部落 还包括卡塔迪布的反千丈事件 另外还包括一个就是一个乐团的故事 它叫太阳之子 我先请教一下吴吉 也许就有太阳之子 它这个太阳之子的纪录片 是讲哪一个族群的一个乐团的故事 是来自屏东的排湾族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拍这样的故事呢 因为他们都是很年轻 然后他们讲了流利 非常流利的族语 然后又用族语写很创作的流行歌 我想请教一下吴吉 就是每一个纪录片的工作者 他对自己的作品的呈现 都有自己的理想 所以你的理想是在纪录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吗 你想要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觉得沟通吧 就是跟这个主流社会来沟通 然后尤其是年轻人 就是如果说藉由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纪录片是 原住民也看得下去 汉人也可以看得下去 然后尤其是年轻人 那也许可能五年十年以后 就不会有那种 隔阂 因为原汉产生了摩擦或隔阂这样 可是其实在台湾做一个纪录片工作 其实生存的确很不容易 包括你要找一个资金 你可能要找自己的制作团队 然后甚至你要拍原住民的议题的时候 你必须要跟部落有一个亲近 才能长期的记录 所以可不可以谈一下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 在做纪录片工作这个事 而且是跟原住民部落有相关性的 因为那时候之前在那个 刚开始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 是在那个商业电视台 然后他们做的 如果有关于原住民的题材 就局限比较多 然后反而有的时候 碰到原住民的题材的时候 会被跟自己的良心 违背自己的良心在做节目 你说误解吗 他们误解我们的文化 对 然后所以当我可以自己独立 想要做纪录片的时候 我就是一定要做原住民的题材 但是我就是希望说他 不要那么严肃的 然后就是可以很轻松 很生活化的去讲一个故事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等到你开始做下去以后 就是你进到部落里面 或是说你跟你的题材 常常联系生活在一起 甚至每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生活很简单嘛 然后心又很丰沛 所以那个钱的问题 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对啊 其实我刚刚听过 吴吉导演这样谈的时候 我觉得他可能是用一个媒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来讲他自己内心想要讲的故事 对不对 是 那这是吴吉他为什么会做一个原住民的纪录片 工作者的一个初衷 当然我们要回到马萨鲁 马萨鲁 你好年轻哦 26岁 27岁 那我马萨鲁 那之前你大概是 今年才回到花脸工作 所以一开始其实你的生命经验大部分也许在北部比较多 那可不可以谈看看为什么你当初会有一个决定说我就是要回乡来工作 我当初其实就是受我哥的影响 然后我哥他是对部落是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 怎么样的热血方式 因为他就是对于传统文化很有兴趣 那也针对很多就是年轻的一些议题 他会很关切在那边 所以他对部落是非常有负担的 然后他就是被他的那个热血影响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是要了解自己的族群 对自己的文化 然后了解自己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在你心中很久吗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阿美族人 是前几年才开始 对就是被他影响 对然后就想要知道自己族群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能为这个族群去做什么 对想要怎么去做 那这个族群必须要拥有什么东西才是配得成为这个族群 就是阿美族 对我也想要知道 对然后最重要其实是 就是有一个法族 就是部落一个齐老 那那时候就是还不了解阶级制度嘛 对那它是一个我们部落一个非常最高的一个阶级制度 它是一个毛豆阿塞就老人家最大的 那有一次我回到部落的时候 对那因为年轻人嘛都很喜欢耍帅啊 就回到部落然后在路上遇到他 结果他就问我说简单的族群就问说 今晚去书你是谁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我是马沙鲁 我也是讲这种简单的对 然后过几次我又回到部落在路上遇到他 对然后他就叫我的名字 他还记得你 他还记得你 对他就叫我的名字 其实那时候印象就是没有很深刻 对因为他就是叫我的名字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 但是过一阵子过几个月之后他离开了 对那就整个画面我就会想到那天在路上遇到他的时候 他叫住我的名字 他是用多少的就是脑细胞不知道 就去记我的名字 因为他九十几岁了 通常要一次记住其实很困难 那我就想到他哇三个月他这样走整个画面冲击到我 然后觉得阿美族的文化我部落的文化九十几年就这样消失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为这个族群做些什么 是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心里就一直有一个冲动 那我就想要为部落做什么 所以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有GIS地人学校这个资讯 是然后是透过一个我哥的朋友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有这个资讯 那我去了解之后其实对传统文化 他那个地方就是做原住民传统文化阿美族的记忆的传承 因为刚好符合我现在需要我能做什么 我想要去了解 所以我才马上把工作辞掉就直接加入进去 到我进来练学校这样子 这是一个对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故事 甚至那个法技的叫住你的名字 然后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且似乎有一种荣耀感对不对 这么多的孩子他能够特别记得你 可能刚好我走在那个路上 是但是也影响到你未来对工作的一个决定 对那我也想问一下Ugi 说要拍部落的事这么多的部落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也影响到你说 我要继续来拍这样子的一些故事 应该就是前年去年开始那个 卡达地部的那个捍卫主林拒绝签帐的事件 这样子对 就因为去就是开始记录以来一直到现在 就发现为什么这部落是这么可以很团结 然后将这个议题或说那块土地 跟甚至于他们的信仰的核心 就是一直传承下去 然后一直在很生活化的 在他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执行 然后又那么团结的对抗那个地方政府 然后就发现它其中的原因 其实是跟那个 他们青年会所把他灌的那个教养制度 就是那个集体的教养制度是很有关系 很紧密的 所以就讲一点点就不精彩 就是讲多一点要另外独立出来 就是就继续拍下去这样子 是其实一般的社会观众 那种大众来看原住民的议题的时候 通常没有想到文化层面 我们常常看原住民的议题的时候 外界会看到是一个问题的一个产生 可是透过你的纪录片 你似乎是想要透过一个文化的涵养来谈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一些的状况 我似乎看到你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让你整个非常的感动呢 就是在过程当中就是 应该是第六公目跟就是去抗争的现场 就是其实那些警察他们那时候是一个事件 就是要一个拜拜的一个仪式 就是厂商要拜拜的仪式 然后他们就都没有毫无预警 就是派一大堆警察来 然后厂商在后面摆神桌 然后就在第六公目想要拜拜 可是对他们来说 就是第六公目是另外一种 文化信仰的一个系统 所以你在那边拜拜 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尊重 然后那时候在很短的时间以内 部落就是可能靠电话 然后就是Facebook这样等等之类 就一大堆年轻人男男女女就冲上来 然后年轻人就很自主的 很本能性的生活本能的 就是站在第一线 然后排成一排个人 直接手无寸铁跟警察对抗这样子 对然后就那没有人交 也没有人带队 就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 跟警察起通途 甚至翻了神坛等等之类的这样 对应该就是这个过程 那对你的影响呢 你拍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一个 纪录片的一个内容 对你自己这几年来 你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是认同吗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我这几年其实都一直在拍别人的部落 越拍我就越想回家这样 回自己的家新色部落 对因为我每次都是匆匆经过啊 就到那边然后打个招呼 然后可能待个几天 然后就又离开就海线嘛 是对然后就就越拍我就越想回去这样 是对 所以其实透过这两个朋友的故事可以谈到 他们在他们的回乡的工作的经验 越来越认识自己 越来越有追求自己的一个渴望 尤其我想要谈谈 马斯拉我到猎人学校 你最大的收获 你有得到什么是阿美族人的这个定义吗 有对 可以谈一下 我觉得阿美族啊其实就是神龙士 对因为阿美族的野草 就是野菜文化很强大 就是我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惊叹 因为那时候刚加入进去 其实什么都不懂 是 所以到山上的时候 看到Faki他们去拿野菜啊 去轰刃啊 或是说做一些建筑用的 其实你会很吓到 这个怎么可能这样弄 就是觉得很惊叹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学习到这些之后 我觉得我就慢慢的 好像有点眼疤了 我们就会这样讲 因为那个阿美族人最喜欢讲什么 阿富萨 没有味道 对没有味道 然后老人家就说你没有味道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在累积我的眼疤 是 对 然后学习到这些我就觉得 我好像也有点 就是不会像之前像只有皮肤 眼睛五官像而已 那现在就是有一点东西在 我会可以更勇敢讲出 我是阿美族 那我会什么 对 那当然现在还是在学习 当然还是学习的阶段 所以没想到这半年来 你回到花莲 有这样子的工作经验 让你更认同自己 甚至能够去定义一下 到底现在的阿美族的年轻人 他必须要具备哪些的条件 才能真正说我是板炸 对不对 对 是 你身上的这张 穿的这个衣服 其实也是你自己设计的 对 那有些朋友会认为说 现在原住民的青年 一定要学习传统吗 现在有这么多新的东西 新的事物 值得我们学习 为什么还要学习传统 两个问题同样 问马萨乌这边先谈 传统其实 因为传统是你最原始的东西 你是你族群最根本的东西 那你属于这个身份的 你必须要去了解它 对 那你现在所学的东西 是新的知识 新的观念 你可以去结合传统 是 对 你不一定要把传统不要理它 你用新的知识 那这样等于你就没有 原本的内涵在 就像你身上的这件衣服 所写的就是版杂 然后就是安通部落的小孩 终于是这样 这个是从文创商品 传统文化结合 文创商品的一个表现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说的 把传统跟现在的一些文创 新的东西来做结合 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个表现 因为我是想要 因为我现在看到穿城 我现在走在穿城这条路上 我想要带动更多年轻人 那我必须要有一些诱衣 那今天如果设计这T恤 那年轻人会觉得好看 他第一可能认为好看 但是我在把深层的意义 告诉他的时候 他可能穿上这个感觉 穿上这个衣服更有感觉 是 对 然后我会让他 就慢慢的有一些感觉 所以他自己有了这个感觉之后 他会觉得 我是不是该做什么 就像我之前 被法记这样子所感动到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感动传下去 是 对 让这个文化可以延续下去 所以才设计很多东西 其实T恤只是一部分 那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做出把 就是像现在在学的东西 结合一些观念想法 放在衣服上 或是放在其他商品上 就让更多年轻人他碰到的时候 他不只只有喜欢 而是有感觉的 是 会有感动存在 对 我是想要这样子做 所以这是我的心意 就是我的想法 想要结合的 但是现在年轻人可以自己 用自己的想法兴趣去结合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是 马上吴谈到的是传统跟现代的新的事物的结合 其实那 吴给这个部分 反而是利用一些现代的媒体的一个平台 来讲一些深厚的原住民文化的一些内涵 那对于现在所有的文创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在纪录片 在推动的一些政府的计划 这部分你有没有一些反思的一些想法 不能什么都靠原民台 原民会或原文会 因为原住民也是中华民国的那个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政策编列的预算上 应该不能只从这几个单位 在那边给予资助 甚至于就只是补助的性质 应该是长远的规划 文化部也好 或者甚至 因为原民会很可怜 他除了国防不管什么都要管 对对对 所以应该更 格局要再更大一点的去 从中央政府给很丰厚的预算 到各个部落去发展 让他们自己想发展的东西 甚至于赶快自治 所以你现在看到 其实在影像记录这个部分 其实部落的人 还是依靠自己拍的方式 但是政府在做一个统整的政策 似乎在原住民媒体 或原住民记录影像这一块 仍然是缺乏的吗 在您的认为 嗯 影像记录这块我是觉得还好啦 但是我是觉得像文创发展 或说比较部落需要长期 长期的发展的东西 可能经费的挹注更重要 就是说你不可以短程短期的 就是可能半年一年 或说一个计划 可能要更长远的角度 或是政策的辅助 那个东西才会真的一直做下去 是 那马上有这种感觉吗 因为你现在在 历人学校 基本上它是一个发展协会 然后衍生出来的 一个部落的一个新的产业 那对于部落的产业 一些在推动 自己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虽然我现在没有就是碰到 比较深层的一些像计划内的一些事情 是 对 但是我有跟就是我们的嘎嘎 就是谈过 嗯 就是说 我们在申请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他们可能在学习的环境不同 嗯 然后或是生长的背景不同 是 他们所了解的东西有限 是 那在提出一些计划的时候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其实缺乏 所以会变成说 呃 被测案 不就被 没有没有被审核完成这样子 就是审核不过 就没有得到那些那些补助 那刚刚姐姐讲到 就是我觉得自主其实 对 我觉得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会谈想 谈自主这个部分 因为自主的话 其实变成说 我们自己来管理 我们自己来发展 是 不然就是会变成说 你 你会变成说我们被局限住 在你的计划内 可能就是要这样发展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我们想要去怎么去做 怎么去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可以去 就是去hold住 去leader 去掌控这个东西 去控制这个东西 对 就不要透过说 可能还要透过外人啊 然后依照你的计划内的一些风格 是 然后去 去写一些计划案 但是提出来的可能是不是 是我们部落的特色之类的等等 对 我是希望说 如果可以自主那是最好 然后 而且我觉得计划应该是要 符合 就是需要人性化一点 因为像我们 像我没有写过计划 我不了解 对 但是部落的可能 他们的协会 可能理事长 或是编写计划的人员 他可能 第一次也是接触到这东西 他也不了解 那可能就是在 他的条件上 他也是缺乏的 那他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就会 省和不过 你的意思说 其实就是说 如果部落要在 发展一个产业的话 经济产业的话 其实你觉得 部落的自主性很重要 这是你青年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 对 这很重要 是 好 那我想节目的 最后我们有一些经验 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有很多的 原住民青年朋友 他也是想回乡来做工作 那也许 谈谈看 你们的获得 或者说你们的经验 有什么可以去跟他们 做一个分享 我想Wuqi先说好了 就重新回去部落生活 可能没有 这没有那么容易 你可能有一个 认同的过程也好 或者说 你在部落是什么样的 怎么样跟部落的人 重新在一起 因为毕竟离开很久了这样子 那 但是一定要回去 回去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你唯有扎根 你自己的文化根基 你以后不管在部落继续生活 或是你有下一代 或说对外继续有什么产业的发展 或是互动的时候 文化根基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生活在部落 这样 是 这是你想要对年轻人说的话 还有自己 还有对待自己 你什么时候还要想说 真正回到新色部落去拍东西 还是你持续都一直有在做 就 就是台东的部分赶快拍完 我要想要赶快回家 那你最想要做 部落什么样的一个 文化的纪录片 现在还没有想到 我就是回去 就只想要在那边生活而已 这样子 对 是 对 在部落里面的生活 你所期待的会是什么样子 就跟自然万物很接近 然后重点是跟长辈老人家 多互动部落小朋友 什么等等之类的这样 是 对 这会让你心灵感到很满足吗 如果这个这样子的过程 嗯 对啊 是 就是对一个跟弟弟之前讲 就是真正的阿美族人是什么 回去生活以后才知道 真正的葛马兰族是什么 这样子 是 好 好 马上吴呢 有没有一些话 来跟同样都是阿美族的 青年朋友来说 嗯 其实也不能说 去鼓励什么 因为我也是刚回去 是 然后就是希望就是 能够有更多的感动 让更多年轻人 就是愿意将现在 他们在都市所学的 那他们就是结合他们的兴趣 回到部落 他去找他们部落的 他可能是编织也好 可能是音乐或是舞蹈 或是一些记忆的部分 你可以去发掘 然后结合你现在所学的兴趣 你可以去发展出来 那等到你真的有一个 等到你把那些记忆 传统记忆跟你的兴趣结合的时候 发展到一个热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回乡的机会 你可能就可以把部落的一些 经济啊 不一定 或是说一些产业 你就可以带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idea 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型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会撞出新的滋味这样子 是 对 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尝试看看 因为我自己也在踹 是 所以你自己 你觉得这 从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 你觉得你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获得 越来越像板炸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是说一个生命 重新注入到我的身体里面 我觉得因为我 以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是空渴 那现在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 你看我现在越来越像原住民了 对 之前可能都不太像 然后现在就是 慢慢的有那个灵魂在 所以我想要把一些文化 对 传承下去 这个有灵魂的 对 有灵魂 原住民青年的这一代 好 非常谢谢这两位的观众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其实我们透过这两位青年的 一个分享 我们可以知道 原住民的青年在部落 是有多大的力量 而在今天呢 其实部落大小生青年独霸的 勇敢追梦的系列将告一段落 我们12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会让大家有一个新的主题 进行期待 而其实每次的青年独霸单元 我们都有一个有讲真答的 有问题 那今天的题目就是 劉给的纪录片太阳之 它是纪录哪一个族群的乐团呢 而我们制作团队也是在 11月9号新影片在台北 有举办一个原住民青年 梦想发表会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同来参与 那相关的活动的内容 请搜寻部落大小生的脸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交会 不好意思 发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请搜寻部落大小生절 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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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威